- 五盒色不是开派对的专业 - 这些色变色的灯笆是Philips Hill的LED灯 利用Hill Bleach 透過應用程式 用來控制家人的照明系統 Philips Hill的燈膠是LED燈膠 其實它是用一個E27俗稱大螺頭的Socket 一般市面上用的燈具 尤其是大螺頭或小螺頭 所以一般大螺頭的燈具 都可以適合安裝Philips Hill的LED燈膠 不需要做任何很複雜的鋪線 或者找師傅上門按照明 大家可能扭燈膠上去 下載 AppSkin可以很簡單地控制到 App裡面有四個預設模式 可以選擇不同的效果 除了這些內置的功能 用家也可以因應家的環境和時間 來設定個人化的情景 還可以分享給其他用家 也可以用電話裡面的照片來調色板 按下顏色就可以用燈光 營造不同的家居氣氛 之前歐洲很流行的Wakeup Nights 這組照明系統也可以做到 Philips Hill會有個Apps 大家可以像平時的智能電話 教鬧鐘的功能 可以調教星期一至日 哪一日 你需要幾點鐘要起床 你就可以設定時間 你也可以選擇你的燈光 想要黃光、白光 還是任何一種色彩色彩 隨著你起床的時間 它就可以自動亮燈提醒你 除了響鬧會有聲音之外 其實家居的燈光 都可以撲除你自然的起床 除了起床 其實你也可以設定 可能晚上 早中幾點要睡覺 它自動幫你關燈也可以 市場上有三十幾個 第三方開發的應用程式 更加切合個人化的意念 好像用這個App 照明系統 就會隨著你的音樂節奏而改變 而另一個App 就可以做到 好像你的私人助理一樣 設定不同的提示訊號 好像天氣預報 又或者用不同的燈光效果 提示你有新郵件 香港樓價高企 要拿一大筆錢出來自業 真的要想過度過 只要選擇買哪一道已經夠煩 之後還有一大堆手續要跟 什麼時候要簽臨時和正式買賣合約呢 付一訂之後又要什麼時候付尾數呢 去律師樓先好 還是去銀行先呢 這些收樓程序 你又知道多少呢 今次介紹這個 買樓話那麼容易的App 就一定適合自業新手了 無論是買一手還是二手樓 一般都有既定的買賣樓程 這個App就會逐步告訴你 接著去做 一定不怕有甩樓 多數人買樓都要去銀行做案揭 去之前準備好所需要的文件 不用阻礙又補 買賣過程就自然流暢得多了 政府去年出辣椒 印花稅由一種加到四種 不知道自己要付哪些 這個App也幫到你計下樓月買賣的費用 除了四種不同的印花稅 還有其他支出 哪一類成交要付 付多少 都清楚列明 等你有個預算 還不用自己查來查去 業主交了吉 收樓之後有什麼問題 是買方還是買方的責任 真是有和比拗的 如果不想日後有什麼手未跟 收樓的時候就要驗清楚了 但自己又可以怎樣入手呢 這個App就會 教你簡單的驗樓程序 入到內籠 看到窗 到底要驗什麼位呢 窗框和石屎接口 窗門外外的玻璃加封口 這些一定要檢查的細微位 自己未必懂得留意 你在自己的家 從來都不會特別著意的地方 例如是貴身變形 去水渠和接口處流水等等 這個App都一一提示 令你的新居更加完美 現在的家長為了自己子女 還會專門搬到心兒學校的校網 這個App就列出了不同校網 有什麼學校了 有了這個App 買樓的時候就更加得心應手了 今晚的複製 買的 買搭介玻璃 買的 買的 買兩桶 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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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